哈囉大家好,這裡是專注遊戲的火力木柵,我是赤虎 各位會有玩獨立遊戲的習慣嗎? 我這集其實還蠻喜歡玩獨立遊戲的 主要是因為在這些遊戲當中可以找到一些獨特的遊戲玩法 另外還有一個很大的重點,那就是便宜 同樣的遊戲時數大作的價格基本上很難到多便宜 即使特價也還是要一定的價格 而獨立遊戲多數在價格上就相對的友好 不過便宜當然還要再更便宜啊 最近任天堂就公開了冬季的獨立遊戲特賣活動 今天的影片就選出了其中的15款,有些是我玩過推薦的 有些是我這次特價要買下來的,分享給大家參考 首先第一款遊戲RPG Time光之傳說 這款遊戲是我今年玩的,並且有玩到遊戲全破分享心得 我相當喜歡這款遊戲的設計 採用了美勞風格的畫面 把玩家拉回到學生時期 與朋友在學校的桌上一起遊玩 整體的劇情採用了大量的互動設計 玩法上一路都有變化 玩下來不會感受到遊戲的單調 是一款從頭到尾都可以有驚喜的遊戲 比較可惜的地方是,遊戲全破之後只能夠全部重來 並沒有讓玩家回顧的地方 如果是沒有玩過的玩家,喜歡高互動性類型的遊戲 喜歡創新遊戲的玩法,那麼這款遊戲有相當推薦 第二款遊戲,一起來玩吧 電子遊戲與桌上遊戲 如果都是為了多人而設計 那麼其實他們的結合倒也不是那麼困難 例如卡卡送就有在Switch上推出 而這款遊戲就是一款結合了多款桌遊的遊戲 遊戲支援單機多人與線上多人 線上的多人的部分有支援陌生人連線 但房間量確實不多 會比較推薦找朋友一起買來玩 遊戲後續還有陸續推出新的更新 有更多的桌遊加入到遊戲當中 要說我目前最喜歡的派對遊戲 那我想這款遊戲絕對是其中之一 相當推薦給有多人遊戲需求的玩家 第三款遊戲,拆箱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搬家的經驗 搬家是一件很累的事情 但是當你把所有的東西都就定位的時候 那個瞬間,坐在沙發上 看著整齊的家裡會有一種紓壓感 不過我們總不可能一天到晚都在搬家 而這款拆箱就可以滿足玩家這方面的慾望 我們在遊戲中會一直搬家 並且每次搬家的年齡都不同 我們要把搬家後的箱子打開 把裡面的東西整理到房子裡面 並且基本上都可以按照我們的想法來擺設 每個人整理後多少會有不同的樣子 是一款很悠閒的遊戲 不過在玩的時候我建議不要讓你媽媽坐在旁邊 上次我媽就說,玩這個幹嘛不起來幫忙打掃 我一時之間喔,無言以對 第四款遊戲,竹夢獸 創造世界這個主題啊 很容易打中玩家的內心深處 我自己尤其明顯 現在看到創造啊,生存類的遊戲 都會想要多看個幾眼喔 這款遊戲實際上是一款桌遊概念的遊戲喔 遊戲中我們會有一定數量的卡片 並且可以利用這些地形的卡片 來拓展你的世界 但要注意喔,卡片會有用完的一天 想要獲得更多的卡片 必須要完成遊戲當中的目標喔 另外如果能夠把卡片的六面 都對應上相同的地形分類 那麼可以獲得額外的分數 最終喔,在卡牌用完之前 你能夠創造出多大的世界 你能夠獲得多高的分數 是遊戲中的一大挑戰 看似簡單的遊戲實際上有不低的難度喔 很推薦喜歡這類重複挑戰遊戲的玩家 第五款遊戲 無名鵝愛搗蛋 有動物的遊戲喔 很容易都會有很鬧實的設定 而這款遊戲又屬於當中的佼佼者 遊戲中我們要扮演的是一隻煩人的鵝喔 每到了一個地方 我們都會有任務需要達成 這些任務的難易度都有不同喔 有些會需要透過一些技巧才能夠達成喔 但多數的任務都會造成人類的困擾 看著那些人被我們弄到無可奈何 那個真的是又好笑又紓壓 這款遊戲可以支援雙人遊玩 無論是夫妻、情侶、朋友 都可以一起成為凡人的鵝彼此合作 滿推薦可以嘗試看看的 第六款遊戲《空洞騎士》 2D橫向的動作遊戲當中 近幾年來比較有名的 不少都來自於獨立遊戲 而這款遊戲就是那其中之一 遊戲中加入了大量的操作 讓我們可以在廣大的地圖當中探索 在設計上 這款遊戲可以被歸類為 類銀河惡魔城遊戲喔 遊戲中的地圖很大 但實際上被區分為幾個大區域 要獲得相對應的能力之後 才可以前往其他的區域喔 這款遊戲在媒體的評分上 獲得了很高的成績 如果是喜歡2D橫向動作的玩法 並且還沒有玩過這款遊戲的玩家 那麼相當推薦可以考慮看看 第七款遊戲 黑帝斯 Rogelike類型的遊戲喔 在近幾年有越來越多的佳作 並且還真的幾乎都是獨立遊戲耶 而這款也同樣是其中的佼佼者 遊戲的玩法採用的是服飾的等居視角 我們扮演的是黑帝斯的兒子 要想辦法逃離黑帝斯的控制喔 在逃走的路上 我們會獲得其他神的協助 利用每一次獲得不同的特殊能力 在一次又一次的失敗當中 想辦法逃得更遠 是一款玩了之後 很容易會停不下來的遊戲 媒體評分上也同樣獲得了很高的評價 也同樣推薦各位可以考慮喔 第八款遊戲 新入谷物語 對於牧場遊戲愛好者來說喔 我想這是不少人心目中的神作 遊戲致敬了經典的牧場物語玩法 並且加入了大量的額外系統 遊戲初期追求城鎮當中的劇情推動喔 中期開始了賺錢之路 有釀酒系統、鹽菜系統、魚子醬製作 深不見底的沙漠礦坑 內容可以說是相當的豐富 如果是早期就有玩過這款遊戲的玩家 後期遊戲還有新的更新喔 包含了電影院啊、火山地區等等 讓遊戲有了新的冒險區域 另外遊戲還有支援最多四人的同樂 如果是喜歡牧場經營類遊戲的玩家 我想這款絕對是不容錯過的佳作 第九款遊戲 超級基馬 同樂遊戲最有趣的地方在哪裡 真的是一起合作嗎 又或是單純的一起對戰呢 我想都不是 而是時而合作、時而對抗 關鍵時刻被吃隊友 那才是同樂遊戲的最有趣之處 而這款遊戲就是一款這樣的遊戲 遊戲中的目標很簡單 那就是想辦法從7點跑到終點 並且獲得分數 但地圖中的每一個回合都會讓玩家搶奪道具 並且可以放在地圖上的任何地方 如果大家不互相幫助 可能誰都過不了 但太過和諧 又沒有人可以拿到分數 讓這款遊戲有了各種需要身份轉換的時刻 是派對遊戲不能缺少的佳作之一 同樣相當推薦 第十款遊戲 死亡細胞 剛剛說到了經典的2D橫向遊戲 也說到了經典的Rogelike類型的遊戲 那麼有沒有那麼一款遊戲 就那麼剛好的是這兩個的結合呢? 我這邊這樣說很明顯的就是在鋪墊死亡細胞嘛 這款遊戲是一款2D橫向Rogelike類型的遊戲 實際上遊戲除了有這些要素之外 還有加入類銀和惡魔城的要素 遊戲的地圖是隨機生成的 死亡也會永久死亡 但是遊戲有加入非線性的關卡設計 並且角色也會成長 讓遊戲玩起來不會到太做白宮 這款遊戲在媒體的評價當中 也獲得了非常高的分數 喜歡2D橫向動作的玩家 如果沒有玩過的話 那麼這款我想真的不能錯過啦 第11款遊戲一起開火車 原本的翻譯是一起來拼鬼 在這次確認的時候變成了開火車 或許是因為開火車比較好理解吧 這款遊戲是一款派對合作遊戲 當然也可以讓單人玩家自己挑戰喔 但就如同主過頭的單人遊戲一樣 在單人之下 這款遊戲有不低的難度 遊戲中啊我們要不斷的往前鋪鐵軌 並且要在沿路蒐集素材喔 來製作鐵軌喔 而火車是不會停下來的 要怎麼樣讓它在抵達之前 都能夠順利的鋪出軌道 是這款遊戲分工合作的一大挑戰 這款遊戲比較沒有被刺隊友的環節 會推薦給喜歡合作同樂的玩家 第12款遊戲《循環勇者》 各位有沒有想要玩遊戲 但卻又不想要動太多的時候 想要看著遊戲中的畫面自己跑 並且同時能夠享受樂趣 那麼這款循環勇者或許符合你的需求 遊戲中啊我們需要控制的不是勇者 而是與勇者有關的其他東西 勇者會在一個固定的回圈當中繞圈圈喔 我們可以更改它路上會遇到的事物 以及勇者的裝備 透過間接的方式讓它越來越強大 並且還可以強化解鎖更多東西 是一款很不錯的半放置遊戲 推薦給下班不想動太多的玩家 第13款遊戲《ELECT HEAD》 這款遊戲是我這次也打算要買的遊戲之一 遊戲採用的也是2D橫向的玩法 根據預告顯示 我們的主角本身具有電力 要利用電力這個能力 來觸發關卡當中的機關 並且必要的時候 還可以把有電力的頭部丟出去 在有電與沒有電之間 想辦法通過關卡 確實相當特別 遊戲在媒體的評分上 也獲得了不錯的評價 我對它有蠻高的好奇喔 第14款遊戲《牽絕史詩》 各位會喜歡博弈的題材嗎? 如果你喜歡這類題材的遊戲 那可以考慮這款遊戲 但如果你是喜歡博弈喔 那麼這款遊戲可能不太適合 遊戲中是以初老千為主題的遊戲 但實際上的初老千方式 比較是自私化的套路 而我們更多的是享受在遊戲的手法演示 而不是自己決定 遊戲本身的設計是有趣的 但會比較推薦給對這類劇情有興趣的玩家喔 第15款遊戲《Don't Starve Together》 要說的話這款遊戲 我個人還是比較推薦電腦版本 不過這兩個版本我其實都有買了 這款遊戲是一款高難度的生存冒險遊戲 我們可以選擇有著不同能力的角色 在苛刻的環境當中生存下去 這款遊戲是有支援多人連線的版本 在多人模式之下 讓這款遊戲有了完全不同的體驗 是我最喜歡的獨立遊戲之一 Switch版本的好處就在於它的攜帶性 就根據玩家自己的需求來選擇喔 以上就是這次任天堂獨立遊戲特賣會當中 我推薦或是我想要買的遊戲 分享給大家參考 其他其實還有不少好遊戲喔 例如《茶杯頭》喔 但那款遊戲的難易度對我來說真的太高了 所以一直以來都沒有考慮要長時間的遊玩 大家有興趣的也可以去逛逛 有哪一些想要玩的遊戲 挑戰的期間從12月12號到12月25號 記得要注意喔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做的影片 我還有其他的影片可以看喔 我是赤湖 祝各位遊戲愉快 謝謝大家